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上台后,马上遇到了三个想不到 想不到前面美元化导致比索的汇率大跌 想不到主动投向美国,美国却对其置之不理 更想不到本准备赖以救命的465亿救命前被叫停了 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被视为非常魔幻的事件 他宣誓上任后,阿根廷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 一半的政府部门解散,多个省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货币比索大幅贬值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地区甚至恢复了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 阿根廷曾经拥有富裕的财政和良好的福利 但发展工业需要长期节衣缩食和攒家底 但在阿根廷无法忍受短期痛苦,导致国家缺乏赚钱的产业 2022年底,阿根廷外债高达2700多亿美元 占GDP的55% 国家已经无法偿还债务 公众对国家感到绝望 因此选出了偏执而疯狂的米莱总统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寻求财政援助时遇到了困难 他先向美国寻求贷款 但未获成功 出访美国时根本没有获得拜登的见面机会 随后转向华尔街 也未能获得支持 现在他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货币互换规模 但阿根廷媒体却报道 这一个互换协议已经被暂停了 不过有人觉得 阿根廷使用了货币互换协议里的人民币 未来并不是还笔锁 而是还人民币 那么影响并不大 真的是这样吗? 关键在于 阿根廷有九次债务违约的记录 现在借用我们人民币容易 但万一到时不还怎么办? 尽管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 拥有丰富的锂矿和农产品资源 但这些资源并不掌握在阿根廷政府手中 而是掌握在相关的企业手中 但是现在这些企业基本上都不接受笔锁 所以我们也无法使用货币互换协议中的笔锁 来购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和产品 互换协议应该是双方合作共赢的 但如今看起来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风险不小 因此借钱给这样的国家 显然是不可能的 住进ICU 议员要求罢免 拜登麻烦是不断 中东又传来坏消息 美政府再次发出关门警告 最后一刻国会终于拿钱 难掩政治动荡气息 国防部长住院近一周时间 拜登却一无所知 但外部危机不会停下来等美国 伊拉克要求美国全面撤军 拜登当局没有应对办法 巴以冲突目前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 但巴以冲突大大加剧了美国两党的矛盾 其几乎引发了美国政治决策层脑死亡的态势 却没有任何改变 联邦政府关门在即 但白宫少有表态 甚至国防部长已经在ICU躺了接近一个星期 而作为总统的拜登都毫不知情 1月6日美联邦政府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沙兰达 扬通过福布斯新闻等媒体公开警告国会联邦政府预算见底 最快可能在1月20日之前因为没有足够运作资金被迫关闭一些部门 这些部门负责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能源和水资源发展 军队建设和退伍军人事务 交通 住房和城市发展等领域 而其他一些仍然能够暂时维持运作的部门 最迟也会在2月10日之前花光他们所有的预算 当然了 这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因此瘫痪 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有的 就是让国会通过新的临时预算法案 不管是用增发债务还是直白地开动印钞机 总之让联邦政府手里有钱就能解决问题 但与此同时 国会这边却仍在为各种琐事争论 此前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曾警告说 不能总是临时让国会拨款 这样粗糙的财政模式会让政府变成一个销毁财富与资源的无底洞 反对派要求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 能够在长期尺度上 将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的机制 而不是放任不断举债的银吃卯粮模式 按照现在美国政府举债的速度 到2040年前后 美国政府的债务将逼近140万亿美元的大关 甚至国会中一些对外温和派系的议员指出 放任债务不断膨胀 等同于将美国推到对外战争的道路上 最后在1月8日 各方才勉强九星亿财年的预算达成一致 据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声明显示 美国政府2024年的总预算协商为1.6万亿美元 其中包括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国会这边已经是一地鸡毛 但代表行政权的白宫这边脑死亡更加严重 在1月7日 美国多家媒体曝光惊天猛料称 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在ICU病房住院6天 直到1月7日 美国国防部都没有通报任何信息 而国会与白宫两头也是等到事发三天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据悉奥斯汀躺ICU的原因是 此前他进行的异常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导致其在1月1日被迫入院治疗 而此时恰逢巴以冲突的关键阶段 美军发动了多次针对伊朗系武装的军事行动 并且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也遭到袭击 当时美军高层正在讨论对反美民兵的打击计划 就在这时候 作为白宫 国会与军队三方协调的重要节点的国防部长突然消失 一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表示 和指挥和控制是重中之重 国防部长是这个指挥系统中的关键权威 这里的混乱破坏了威慑力 他指责奥斯汀的独职行为 让美国陷入了军事上的虚弱状态 给了对手趁火打劫的机会 但白宫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价 理论上讲 奥斯汀作为拜登的下级 在拜登执政能力受到质疑的关键节点上 闹出这种笑话 想必也得不到什么好脸色 但白宫这边却对此事异常宽容 有媒体就认为 白宫方面在有意包庇此事 因为在此事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以来 国防部长奥斯汀 已经成为了国会内反对派批评集体讨伐的对象 要求他下台 要求拜登替换房长人选的声音越来越多 这些意见的发出者 一些人单纯地认为 这位黑人房长工作能力差劲 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而更多的人 其实是借奥斯汀这块靶子 批评拜登这届领导班子 要是能把奥斯汀弹劾下去 下一个当然就是拜登了 所以拜登也只能捏着鼻子护肚子 虽然在头两年时间 各方对拜登执政的成效比较满意 他确实遏制住了2020年 美国各方面微米不振的势头 但是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 拜登并没有解决眼下棘手的各种问题 表面上缓慢复苏的美国经济背后 是政府债务以及其惊人的速度膨胀 四年时间里 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增长近40% 如此对比之下 拜登政府又干了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大事吗 似乎是没有 于是对拜登的质疑 最终在巴以冲突的催化下全面爆发 引发了美国军政领导曾集体挠死亡的结果 而与此同时 巴以冲突的余波仍在震荡中东的局势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 要求尽快敲定 驻扎在伊拉克的外国军队全面撤出的时间 就在几天前 伊拉克境内活动的伊朗系武装与美军发生了数次摩擦冲突 而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县 伊拉克政府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上 当然 他们没有直白地为袭击美军的行动鼓掌叫好 而是在美军还击 炸死了两名伊朗系武装人员后发生要求美国撤军 前台词就是说都怪美国人自己乱跑才挨了打 只要撤军就不用担心被袭击了 目前伊拉克境内仍有数千美军驻扎 这是其对伊拉克最后的有效威胁 一旦撤军其性质与撤军阿富汗不会有什么区别 都将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全面退场 届时 美国最后一个可靠的战略据点就只剩下以色列了